菲律宾军区司令被撤职 小马克思这次犯下了一个大忌 大家好,我是谢西林 这段时间南海局势持续升级 菲律宾暗中组织渔民冲击我国黄岩岛四金 进一步计划了中非两国的矛盾 然而,中国在这件事当中 展现出来的组织力度和应对手段 尤其是美国人临阵退束的表现 已经让菲律宾意识到 局势已经由不得菲律宾选择 如今有消息显示 小马克思政府忙中出措 犯下了一个大忌 根据菲律宾新报的消息 因局势需要 菲律宾海军小二方苏少将 正式集体西部军军司令一职 原司令阿尔贝托卡罗斯遭到解职 在当前菲律宾反华情绪持续恶化 南海问题持续紧张的大壁景下 让外界感到非常的意外 可能有些人不太了解 这个被名字的卡罗斯是个什么祸事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之前菲律宾故意计划南海局势的时候 曾经安排了一场政治表演 当时就是这位被西部军区的司令 乔装打扮 混在一艘补给船上 按照中国和菲律宾达成的补给卸议 在接受警察后登上了人爱礁 结果一上去表演就开始了 这个卡罗斯立马换上军装 表明身份 维稳守在破船上的菲律宾士兵 另外小马克思政府在几个月前 为了稳住中国 曾经安排菲律宾军方人员 跟中国展开挫商 并且与中国达成了新模式的补给运输 也就是菲律宾可以运输身后物资 给破船上的人员 但不能运输舰载 每次运输都必须经过中国登船警察后 才能运送 这两件事情都直接的说明 这个阿尔贝托卡罗斯 从始至终都是小马克思政府 制造和升级南海局势的兴风 上约的时候 中国不是指责了菲律宾违背口头协议 破坏南海地区和平吗 说的就是当时 卡罗斯跟我们戳上的时候 给我们保证的成路 拿的证据就是卡罗斯和我们对话的语音记录 小马克思政府破坏这个成路之后 中国并以这个作为出手的缘由 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在南海的失控力度 现在小马克思眼看着局势已经由不得菲律宾选择 只能抛弃卡罗斯 否认中国手里的录音证据 暗示呢 这个人和中国暗中接触 找了个理由呢 把他给撤了 事关的说呀 小马克思这个行为 完完全全是犯下了一个大忌 一方面是一手推动局势升级 而另一方面呢 是眼看着局势不对 为了保住自己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干脆抛弃为自己 冲锋先阵的大将 往营重一点说呀 这在菲律宾其他人眼中呢 完全就是一场背叛 是在煽动菲律宾上下城 尤其是军事成名上下级之间的不信任 一旦碰到冲突爆发 在这种情绪上战场 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啊 菲律宾媒体马里拉时报 就在相关报道中提到 小马克思这种谢木杀驴的做法 真是让人心寒 很多菲律宾政界和军界人士啊 都感到不满 站出来声援卡洛书 声明呢 卡洛书和中国达成口头协议这件事啊 其实是经过了政府高层 一致同意了的 根本不是所谓的安中接触 好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